一定要认真努力的活下去 我接下来还要关注这台南 这名国小五年级的女学童 她在学校走廊跌倒摔对了门牙 但家长认为说是隔壁班的同学 出手推倒她的 只是呢学校不止没有协助送医 怎么事后还企图掩盖事实呢 对于这样的指控 校方出面澄清啊 说家长当时并没有说明 要把孩子送医院 而男学童隔壁班的这个学生啊 也否认出手推人 小五夜训女童在教室走廊摔倒 脸部擦伤 门牙四颗有的断了有的歪了 家长控诉学校毫不关心没有处理 学务主任走进来的时候 没有自我介绍之外呢 也没有关心事情之外呢 他就放任我太太跟女儿 他们也走出去了 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开车走了 他来学校之后呢 也并没有说要马上把 就是受伤的小朋友 赶快送到医院去就诊 他只是询问说 是哪位小朋友去 害他的就是这位小朋友去受伤跌倒 被指为推人的学生家长来到保健室 没有帮忙送医院 只表示愿意赔钱 女学生母亲想到就难过 我问的那个妈妈说 求一下你妈跟我们一起去 她说不用了 看多少钱她赔给我们 可是那种感受很差 我们没有提到钱 是别班的一位男生 因为他也否认说有去推倒他 或是不小心去绊倒他 男学童否认推人 校方还在调查 女学生家长却认为 校方企图掩盖事实 老师明确的说 有些小朋友有看见 有些没看见 等到第二天 我再打电话去 大家都没有看见了 女学童家长心疼孩子受伤 把跟学少和老师的对话过程 全部录音 要求对职 而且不排除提告 记者杨文华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